是從剛剛看到的是 Bloomber今天下午最新的追蹤報導 因為瑞士信貸的這個財務告急 確實引發全世界金融業界的聯想 而且這個聯想 非常類似2008年的蕾曼事件 沒錯 主要原因是在於說上個禮拜的時候 ABC一個非常知名的記者 他在這個禮拜六推特說 他說有一家這個國際的大型的投資銀行 面臨到所謂的這個危機 那次長大都認為說 瑞士信貸恐怕就是 那一家的公司 那為什麼瑞士信貸會被點名呢 主要原因在說 你可以看到這個一年以來的話 瑞士信貸的股價已經跌了 跌掉了60%左右 另外在上個月的時候 瑞士信貸的股價也跌破了 也跌了25% 那目前已經來到了這個 世瑞郎的這個歷史的 這個幾乎是最低的這個價格 另外一個它的CDS 也就是債券違約的保險成本呢 這個大幅的這個上升了15% 也就很簡單的來說 它目前為止今年股價大跌 另外一個因為業績不好說被調降債信 所以它目前要借錢也非常困難 結果人家對它的這個認為說 它可能會出事的這個比例在上升 所以就處在一個非常糟糕的這個局面 另外一方面來說 因為它借錢很困難 但是目前為止它這個帳上的這個資金缺口 恐怕高達40億美金左右 那目前為止它 我剛才說了信貸很糟 所以你要借錢也很困難 所以陷入一個可能 不知道該如何處理的這個狀況 現在最有可能就說 是不是要進行一個這個重整啊 或是整頓的一個狀況 那因為有傳出這樣一個狀況的時候 其實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瑞士信貸的這個高階的這個主管 都跟他們的客戶啦 還有交易方啦 還有投資方呢 認為這個跟他們不斷的這個 這個算是澄清說沒有這個問題 那除了因為為什麼會有這個 這樣很緊張的這個狀況呢 主要原因是在於說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 2008年的這個金融海嘯的時候 後來因為聯邁兄弟倒閉 導致了一連串的這個 這個連鎖效應之後 造成了2008的金融海嘯 那這一次假設是由 瑞士信貸的這個這個激起的話 因為現在其實 傳言不是只有瑞士信貸 另外還有一家德意志銀行 也被人家傳言有可能是這樣 所以那加上說 目前的歐洲的經濟 這麼糟糕的這個狀況之下 銀行你要營運的 銀行本身要營運好轉 本來就不是很容易 所以那會不會導致 那帳上現金又那麼 帳上的投資波又那麼的大 所以你就知道現在 整體的這個金融股 特別是 其實也不是只有這個歐洲啦 包括說像台灣 我們也傳出說 台灣的受險單位 也是面臨到禁止的保衛戰等等 所以那事實上這個 所謂的金融的風暴到目前為止是沒有 在國際上來說的話 這個處理不好恐怕會有連鎖效應的一個情形 這要值得留意的 另外一個除了這個國際 歐洲的這個局勢之外 事實上這個中國的局勢好像也目前引起大家的注意 主要原因是在於說 因為中國最近的人民幣不斷的貶值之下 根據Bloomberg他們 路透社他們的報導 他說在上個禮拜四的時候 這個中國為了要阻止 因為目前為止來說話 都是境外的人民幣貶幅是比較大的 那他會說要求 這個在各國的這個重要的幾個銀行 在海外的分支機構 你要給我拋售美元 用這樣來阻止 整個人民幣貶值的一個狀況 他希望說從海外的這個離岸人民幣 引導到在岸的人民幣 那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人民幣其實是還沒有止穩的一個狀況 那除了人民幣止穩的這個情形之外 因為我們到其實10月16號就要舉行20大 然後在20大之前來說的話 這個中國的這個相關的證管單位呢 要求說你最好不要在20大之前呢 不要報一些所謂的敏感的報告 因為我們到前一陣子有 這個很多中國的證券公司呢 報說所謂的清零的這個代價 或是一大堆的這個狀況 你不要再報出這種所謂的敏感的這個報告 那除了不能夠發這個敏感的報告之外 又有一個這個日本媒體的報導說 中國的這個高階的這個所謂監管人員 用所謂的窗口指導 就是口頭上的跟你指導說 你們在20大之前呢交易部門啊 或是一些相關的這個法人呢 不要去賣這個股票 那當然某些程度來說的話 又為了金融的這個維穩的這個狀態 所以目前為止這個市場上面來說的話 歐洲跟中國甚至是日元的貶值 這些其實都是有可能會牽動到整個市場 會有大變動的幾個變數 嗯